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我们过程当中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中共残酷的迫害的体制之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提到法治与民主社会是否能够改变人心的时候 它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中共的最邪恶的一面 是它彻底的摧毁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的原则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当中被摧毁掉 那今天你看到的一切完全是沉寂于欲望之中 人们提到利益 其实利益是满足欲望的一个过程 一个具体的过程 人们在面对利益的时候 面对欲望的时候 人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被这个社会带动 这是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 中共最邪恶的地方 在摧毁中国人的传统的五千年文化之后 然后共产党又说它代表了中国 一个建政六十五年 自己说建政六十五年 自己要求老百姓必须爱这个建政六十五年的国 反过来代表了中华五千年文化 说中国人的选择 那不邪恶吗 即使建立了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的时候 那已经被摧毁的相当部分的中国人 对人的理解 这一点上靠什么来补偿 靠什么来拯救 靠什么来重新恢复 这是巨大的工程 这是即使建立起来 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将不得不面对 这非常麻烦的场面 这是共产党的邪恶 如何能解开这套 我说过 活摘器官是江泽民整个集团干的最大的罪恶 当把这样的真相拿出来之后 活摘器官就等同于在诺兰蝙蝠侠的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 他可以消丑可以把手机放在那个黑社会的肚子里的那个概念一样 他对人是残酷的 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利益之人 其实不是人是魔鬼 在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上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眨眼 这不就是共产党的邪恶吗 因为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在明天都可以被人家用这样的方式把你的肾肝和眼角膜摘走 所以大家讲说石潮对共产党有那么大的恨 笨蛋 你别说我骂你是笨蛋 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我嘴中说的那个受害者 这是这个制度的邪恶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而谁是共产党最大的天敌呢 那在我的概念当中就是佛法 但是在现实人的环境当中 人的层面 我们就说人的层面 谁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呢 共产党自己 共产党一定干死共产党 来迎合这个圈必须化缘 陈破空先生有篇文章 应该是前两天写的 在自由亚洲电台上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紧张 最大的问题在党内 他主要提到的就是1月16号 中南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 突破常规 开了整整一天 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寻常 我们在报道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不寻常 而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 要求了人大常委 国务院 政协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向政治局常委 汇报工作 这就表明了党的领导 但是这人大常委 国务院和政协 这三个头头 同样是政治局常委 那就变相的 要向习近平汇报工作 这种做法是原来没有的 对不对 是胡锦涛年代 连想都不敢想的 连做梦都不敢做的 因为他要想了 他要做梦了 胡锦涛搞不好就死了 为什么 违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就这一条 就让只要新 江泽民当时给他这一条 然后让郭伯雄 徐太后 军队军委发出声音 那胡锦涛就死定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故事 真正的故事是在这 那在陈博空先生的眼睛里 认为这种做法 那就是强调了党的 一元化的领导 党指挥枪 那而且习近平破了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的规矩 那他当时的规矩是什么 所谓集体领导的规矩 而习近平这种做法 变成了回归了毛泽东时代的 一言九鼎的年代 有这种含义 确实有这种含义 所以文章里他也讲说 其实所谓的整个游戏规则 是中共自己给自己定的 跟人民没有任何关系 那如果说破坏规矩 也就是共产党破坏了自己的规矩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一概念 谁是党 你找不着 对不对 江泽民是不是党 是党 胡锦涛是不是党 是党 所以江泽民当时要玩死胡锦涛 你说是不是玩死共产党 垂帘听政是不是垂帘 垂帘听政听着垂帘的 被垂帘的是这个胡锦涛 绝对是 对不对 所以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就是共产党本身 而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党自己本身 看得着人吗 看不着人 他不是人 我就一直在强调不是人 而超越的做法 在整个过去这三十年里 超越的做法 就是江泽民本身 因为我刚才提到 活摘器官的概念 他的操守做法 利用共产党的魔鬼性 超越出来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觉得很吃惊 就是在新年仪史阶段 周星驰的功夫 三地篇竟然重新播放 播出来 那里头讲的就是非常清楚 斧头帮就是共产党 所以斧头帮可以砍死黑社会 影片一开始就是这个 但斧头帮是共产党本身 他的丑陋一面 邪恶的一面 他实际是与中国的民间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他是抗不过去的 我们看到了什么 斧头帮来到了九龙站 对吧 那穷人呆的地方 想干一番杀掉这些所有的普通的老百姓 但民间有高人 就打了斧头帮 而这个时候谁出来了 魔鬼出来了 对吧 非正常人类中心的 不是人的东西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蛤蟆 陈真言那蛤蟆 蛤蟆掌控了共产党 掌控了斧头帮 融在一起力大无比 他的能力超越了人 他的能力超越了民间的传统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东西 对吧 这个时候只能靠谁了 同样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个时候周星驰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的时间到了 他的功夫出来了 他的功夫怎么出来的 他的功夫是被这个魔鬼把脑袋打进地里头 受尽了侮辱与迫害之后 他的所有的这个脉络被打通 百脉结通之后 他的能力出来了 出来之后 到了天际看到了佛 演化出如来神掌 消掉了魔 功夫这篇就说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中南海 民间被欺辱的百姓 以共产党和掌控共产党 以共产党为本的江泽民体系 这篇的概念 这是我说有多少人能看明白周星驰那节目 我们要在把集体领导变回了个人领导 在中共内部而言 这又是一种改革 反正不管是往前改还是往后改 就是改革 什么叫改革 变个样 对不对 早晨吃油条和豆浆 对不对 这是集体领导 后来改了 习近平来了 改吃油饼了 豆浆改喝白豆浆不加糖了 这是改革 对吧 这是改革 江文怎么说 江文在一步之遥的时候说 我跟老佛爷说了 老佛爷给我叫过去了 我跟老佛爷说了 咱把辫子搅了 脑袋还留着呢 对不对 老佛爷说有道理 高啊 结果江文这个 马走日一晕 出来喝了两坛的酒 就做了个梦 对不对 梦一醒来变得没了 被人家搅了 所以后来他就说 人说 还不就变得吗 你搅跟别人搅不一样吗 那本质不同啊 对不对 为什么了 改成民国了 是一个概念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是一个概念 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改革的概念就是 就是这里 集体领导改成个人领导 所以这里有个潜台词 当习近平不能够 就是说 他的改革 他的变化 他的反腐 如果抱着保守党的概念来讲 就是说 坚持党的领导 为共产党后面进行延续的话 后面的人会即刻用 习近平破坏掉 集体领导的原则 而被制裁 大家听懂了 今天他可以反调 集体领导 明天当他坚持党的领导的时候 人家就会用 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把他干掉 共产党的话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今天他可以反一回 反掉他 然后借这个机会 抛弃中国共产党 这是所有人能解套的 包括今天反腐的人 和今天被反腐的人 和今天战战兢兢 在度日子的人 和今天寻求了要自杀 作为被反腐的官员 一种自我解脱的人 正在有这些想法的人 是对所有的人的解脱 抛弃中共 是对所有人的解脱 真正精神层面和生命的解脱 那陈普空先生讲 对中共而言 很难说这种改变是好是坏 另外胡锦涛说的党内民主 是胡锦涛自己没有办法的 自我安慰 胡安刚鼓吹过 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 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 优于美国总统制度 这个是挺逗的 我们曾经说过 九个常委就是九头鸟 我们在节目当中 如果看我节目时间长的 我们早就这么讲过 这个九个常委的说法 是在2012年前后出 我印象中2012年 在十八大之前说的 所以这个胡安刚 在这个陈普空眼睛里认为 他是受人指使 帮人抬教 他认为是周永康指使他 我个人不认为是周永康指使他 我个人认为 这个如果是被人指使的话 是当时他生活在江泽民的和阴威之下 生活在曾庆红的诡计之中 所以我不知道胡安刚 现在会不会写一个 作为今天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你说叫独裁 你说叫一个中心 也就是今天习近平王岐山 在反腐的过程中 反的不正是这个九个常委的九个总统 不正是这个反的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吗 胡安刚先生 你再来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就行了 其实你肯定可以写出来 因为上嘴唇是嘴唇 下嘴唇也是嘴唇 对不对 拿着道理一说话 下嘴唇就成为上嘴唇 上嘴唇就成为下嘴唇 可能朋友没听懂 我说的意思就是 话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想这么说就这么说 想这么说就这么说 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当人以利益为准的时候 他就可以倒着利说 他可以打着滚说 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有一点他清楚 利益 在我的眼睛里 利益就扼杀自己的尊严 那这里他提到一个中纪委了 他说中纪委偏偏偏在整个汇报工作当中 没有中纪委汇报工作 对吧 没有中纪委汇报工作 那这个东西他认为就不太一样 其实这里我提醒大家注意啊 这个政协也好 这个人大常委和这个国务院 再加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你会感觉上他是国家的机制 中纪委是这个党的机制 他在处理这件事情是这么分开的 你可以这么说了 我只是跟大家提醒大家是有这样的表象 而另外一个为什么中纪委不会报工作 中纪委成为了这种锦衣卫 这是因为十二十八大 2012年出世之后的一连串的过程 我坚持认为 2012年9月份习近平是撂挑的 拼了 因为他知道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不随我的愿我就不干了 那个时候各派势力谁都没办法 因为十八大必须开 必须有人接班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招了 所以就会随了习近平的愿 政治局常委变成了七个 政法委书记一定被干掉 所以才会出现王岐山 这是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当中 唯一能够靠得住的人 所以他就想谁能致死政治局常委 遏制政治局常委 只有中纪委书记 对吧 打仗父子命 哥尔俩就得两肋插道 因为这时候被环境把哥尔俩绑在一起了 什么锦衣卫不锦衣卫的 我不锦衣卫他就杀了我了 一定要实在做事情实在 听明白自己在干嘛 明白自己在干嘛 我觉得好歹 还是他们今天主政的人 明白自己在干嘛 你给他挂什么牌子 弄什么匾额都无所谓 就像穿衣服一样 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 取决于你这块肉 是好肉还是坏肉 怎么玩 这个东西就是 当然太多的人 今天太多人太虚了 很注重今天穿这么件西服啊 明天穿这么点西服啊 后天穿这么点西服啊 这件西服代替不了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也代替不了你的观点和看法 对吧 但是人们会迷于这个西服本身 但是这个衣服怎么穿 确实跟这个人的品位有关 所以这都是 这都是看问题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这些内容 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我都阐述过 它就会造成 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只能反映回集体领导 他不能再维护着党的体制 当维护党的体制的时候 明天人家的集体领导 就会否定今天所作所为 平反我都会说 文章也提到说 中纪委的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挨得太近 在中共党史上非常罕见 前所未有 那也就意识到 今天主政的人 如临大敌 如临大战 仅仅用反腐形势严峻来解释 是说不过去的 这一定是中共最上层权力斗争 激烈 以这样的方式解读 才能够说清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他提到说 中共党内最大的问题 就是党内本身 说不稳是党内不稳 说不同意是党内不同意 说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